让大家久等 好,那我们就用旁边的附幕来讲 因为中间的主幕不知道为什么放不出来 那我们上次呢,讲到LSTM 总之就是一个复杂的东西 那再来的问题是 像recurrent neural network这种架构 它要如何做learning呢? 我们之前有说过说 如果要做learning的话 你要定一个cost function 来evaluate你的model的parameter是好还是不好 然后你选一个modelparameter 可以让这个loss呢最小 那在recurrent neural network里面 你会怎么定这个loss呢? 以下呢,我们就不写算是直接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是slot feeding 那你会有training data 这个training data是说 好,给你一些sentence 好 嗯 嗯 嗯 诶,这个它是 它光是有的 哦,要这么近太有了 好 我想放在这边 诶,哦,其实是有的啦 我没有办法看到那个pointer的投影在荧幕上的光点 诶,你有啊,如果,谢谢,谢谢 可以吧 谢谢,太感谢了 好,呃,这个是sentence,OK 然后呢,你要给sentence的label告诉我们 迅说呢,这个第一个word它属于other这个slot 它会怎么定呢? 把arrive丢到recurrent neural network的时候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呢,会得到一个output y1 好,接下来呢,这个y1呢,会和一个reference的vector 算它的cross entropy 哦,所以你会希望说,如果我们现在丢进去的是arrive 那,y1,它的reference的vector呢,应该是对应到r的那个slot 的dimension value是1,其它是0 这个reference的vector的长度啊,就是你slot的数目 比如说你定了40个slot,那这个reference vector的长度呢 它的dimension就是40 那假设现在input的这个word呢,它应该对应到r的这个slot的话 那,对应到r的那个dimension就是1 其他的就是0 那现在,你把台北丢进去的时候 因为台北属于destination这个slot 所以你会希望说,把x2丢进去的时候 y2它要跟reference的vector距离越近越好 那,y2的reference vector是对应到destination那个slot 是你其他事 那这边要注意的事情是 你在丢x2之前一定要先丢x1 你在把台北丢进去之前 你一定要先把arrive丢进去 不然你就会不知道存在memory里面的值是多少 所以在做training的时候呢 所以在做training的时候呢 你也不能够把你的alternance里面的这些word 这个word sequence呢,打算来看 word sequence呢,仍然要当这个整体来看 然后你把un丢进去 它reference vector呢,是对应到这个 对应到other是1 对应到other那个dimension是1 你其他事情 所以你的cost就是每一个时间点的 r r的output 跟reference vector的cross entropy的核 就是你要去minimize的对象 那现在 那现在 有了这个loss function以后 training要怎么做呢 training要怎么做呢 training呢,其实也是用gradient reset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 如果我们现在已经定出了 loss function大l 我要update 这个network里面的某一个参数 w,好不好,怎么做呢 你就计算w对大l的篇尾分 把这个篇尾分计算出来以后 就用gradient reset的方法呢 去update每一个参数 那我们之前在讲neural network的时候呢 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那在讲这个 之前的那个 v forward network的时候 我们说gradient descent 用在v forward network里面 你要用一个比较有效的演算法 叫做back propagation 在recurrent neural network里面 gradient descent的原理呢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未来要计算方片 所以呢,也有开发一套演算法 这套演算法呢 是back propagation的进阶版 它叫做bpt 那它跟back propagation 其实是很类似的 只是因为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它是在high sequence 上面做运作 所以bpt 它需要考虑 时间的information 那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就不讲bpt 反正你知道 反正rnn 就是用gradient descent train的 它是可以train的 就行了 然而不幸的就是呢 rnn的training呢 是比较困难的 那喝口水 rnn的training呢 是比较困难的 一般而言呢 你在做training的时候 你会期待你的这个learning curve呢 是像蓝色这一条线 我这边的这个重轴呢 是total loss 这个横轴呢 是epptraining的时候的eppt的数目 而你会希望说呢 随着eppt越来越多 随着材数不断的被update loss呢 应该就是慢慢慢慢慢慢的下降 把最后趋向收敛 但是不幸的是 当你在训练这个recurrent neural network的时候 你有时候会看到 绿色这一条线 绿色这一条线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是第一次training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你看到绿色的 这样子的这个learning curve 这个learning curve呢 非常剧烈的走动 然后走到某个地方 就突然NAN 然后你的城市就segmentation curve 这个时候 你会有什么想法呢 我相信你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城市有bug啊 城市有bug 这个 今年的春天呢 我要那个Thomas Mikolov来台湾 Thomas Mikolov就发明那个workback的人 就是我讲过了 然后他跟我分享了 他当时开发RNN的心得 他是最早开始做RNN的Land Remodel的人 大概在09年的时候呢 就开始做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呢 只有他能够把RNN的Land Remodel 然后train起来 其他人呢 都train不起来 好那 呃 他说他 只要在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是没有像现在 有什么tensorflow啊 DNN之类的 那个年代做什么东西呢 都是要徒手科的 所以他徒手科的一个RN 然后train完以后 就发生这样子的现象 他第一个想法就是 城市有bug 然后努力的抵了bug以后 果然有很多bug 然后就把说 但是他后来就把bug 修掉 修掉 他觉得应该是没有bug 但是这个现象还是在 所以他就觉得很困惑 其他人就跟他说 放弃啦 放弃啦 我和这样子 他说嗯 可是我想要 他就想说 他要知道结果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他就做分析 等一下这个图是 来自于他的paper 他分析了一下RNN的性质 他发现说 RNN的Aerosurface 所谓Aerosurface 是total loss 对参数的变化 是非常的陡峭 所以非常 非常崎岖的 所以这崎岖的意思是说 这个Aerosurface 它有一些地方非常平坦 有一些地方呢 非常的陡峭 就像是有这个 懸崖峭壁一样 所以 底上就是一个 以前这边这个 这个通篇上是一个示意图 重轴呢 是total loss 那这个 呃 X轴跟Y轴呢 代表两个参数 W1和W2 这个图上显示的 就是W1 W2这两个参数 对total loss的影响 发现说呢 在很多地方 都是非常平坦的 然后在某些地方呢 非常的 懂峭 所以 这个会造成什么 这样的问题呢 假设你从 橙色这个点 当做你的初始的点 用 Gradient Descent 开始调整你的参数 在橙色这个点 你算一下 Gradient 然后呢 Update你的参数 然后就跳到 下一个橙色的点 再算一下 Gradient 再Update你的参数 你可能 正好就跳过一个旋来 所以你的Loss Loss呢 就突然暴震 你会看到这个Loss呢 上下非常剧烈的震荡 有时候可能会遇到另外一个更惨的状况 就是你正好就踩一脚踩在这个旋来上 正好一脚踩在旋来上 那踩在旋来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你踩在旋来上 因为在旋来上的Gradient呢 很大 然后呢 之前的Gradient都很小 所以你措手不及 因为之前的Gradient很小 所以你可能把Learning Rate调得比较大 但是Gradient突然很大 很大的Gradient 在乘上很大的Learning Rate 结果参数呢 就Update很多 然后整个参数呢 就飞出去了 所以你就NAN 所以程式呢 就Segmentation4 然后Thomas McCord就想说 怎么办呢 怎么办 他说他不是一个数学家 所以他用工程师的想法呢 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想了一招 这招 这招呢 应该是蛮关键的 让很长一段时间 只有他的Cold呢 可以把RN的Learning Model称出来 那很长一段时间呢 人们是不知道这招的 因为这招他觉得实在是太没什么 所以没写在Paper里面 直到他在写那个博士论文的时候 那博士论文是比较长的 所以有些东西就算你觉得Cremium 可能还是会写进去 直到呢 他在写这个博士论文的时候 大家才发现了这个秘密 这个秘密是什么呢 这招呢 说穿了就不值钱 这招呢 叫做Cripping Cripping的意思是说 当Gradient大于某一个Freshhold的时候 就不要让他超过那个Freshhold 在Thomas & Cronum的层次里面 我记得就是 当Gradient大于15的时候 就等于15结束 这样子 所以因为 因为规点现在不会太大 所以当你做Cripping的时候 就算是踩在这个拳牌上 也没有关系 你的参数呢 就不会飞出去 他会飞到一个比较近的地方 这样你仍然可以继续做RNN的training 那有人就会问这个 那再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RNN会有这种奇特的特性呢 为什么RNN会有这种奇特的特性呢 有人说 有人可能会说 哦 是不是因为来自于Cmoy function 我们之前呢 有讲过 在讲RNN的时候 我们有讲过一个问题 叫做 Gradient Vanishing的问题 然后我们说 这个问题 是从Cmoy function来的 因为Cmoy的关系 所以有Gradient Vanishing这个问题 就说 Other呢 会有这种很小的 这个很小的 这个 这个很平滑的 Aero surface 是因为来自于Gradient Vanishing Gradient Vanishing 是因为来自于Cmoy function 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不是真的 你想想看 如果这个问题 是来自于Cmoy function 你换成IOU 就解决这个问题啊 不是这个问题 可以跟大家讲一个秘密 如果你用IOU 你会发现说 一般在Tenural Network的时候 很少用IOU 并不是这个地方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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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有讲 这个Veportification through time 的话 从试子里面呢 你会比较容易看出说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我今天没有讲Veportification through time 没有关系 我们有一个更直观的方法 可以来知道说一个gradient的大小 是什么样子 这个更直观的方法就是 你把某一个参数做小小的变化 看它对 连我output的变化有多大 你就可以测出 这个参数的gradient的大小 我们这边呢 举一个很简单的RN 当作我们的例子 今天有一个全世界最简单的RN 它只有一个neural 这个neural是linear 它只有这个input没有bias input的weight呢 是1 output的weight呢 也是1 那transition的部分呢 transition的部分的weight呢 是w 也就是说 从memory接到neural的input的weight 是w 好 现在假设 我给这个network的输入 是1000 0000 只有第一个时间点数 1000 大概都输入0 那这个network的output 会长什么样子呢 比如说 这个network在最后一个时间点 第一千个时间点的output 值会是多少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马上回答我 它的值呢 是w的999次方 对吧 你把e输进去 再乘上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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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了999次w 好 输出就是w的999次方 因为后面的输入都是0 非常不影响 只有一拍子的e有影响 但是它会通过999次的w 好 那我现在来看 假设w 是我们要认的参数 我们想要知道它的gradient 所以我们想要知道 当我们改变w的值的时候 对network的output 有多大的影响 现在呢 我们假设w呢 等于1 那y1000 连我的最后时间点的output呢 也是1 假设w 等于1.01 那y1000是多少呢 y1000是1.01的999次方 1.001的999次方 是多少呢 2.01 是2.01 是一个很大的字 这个就跟蝴蝶效应一样 而这个w呢 有一点小小的变化 对它的output 影响呢 是非常大的 所以 所以 w呢 有很大的规点 那可以想说有很大的规点 也没有什么 我们只要把它的learning rate 设小一点就好 但是事实上 如果我把w 设成0.99 那y1000呢 就等于 如果我把w呢 设0.01 那y1000还是等于 也就是说 在1这个地方 有很大的规点 但是在0.99的地方 规点呢 就突然变得 非常非常的小 这个时候 你又需要一个很大的learning rate 就会造成说 你设的learning rate 很麻烦 你的aeroservice很西区 因为这个规点呢 是 十大十小 而且在非常短的区域之内 规点就会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从这个例子 其实你可以看出来说 为什么rnn 会有问题 rnn的training的问题 其实是来自于 它把同样的东西呢 在transition的时候呢 在时间和时间转换的时候呢 反复使用 从memory接到neuron的那一组位 在不同的时间点 都是反复被使用 所以 这个w呢 只要 一有变化 它有可能 完全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像这边的face 但一旦它可以造成影响 影响都会是天崩地裂的影响 所以 它有时候规点很大 有时候规点很小 所以 所以这个 rnn呢 会不好训练的原因 并不是来自于activation function 而是 来自于 它有 high sequence 同样的wake 在不同的时间点 是会被反复的 不断的被使用 好 那有什么样的技巧 可以帮助我们 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现在对广泛被使用的技巧呢 就是 LSTM 就是LSTM 那LSTM呢 可以让你的Aero surface 不要那么崎岖 它可以做到的事情是 它会把那些比较平坦的地方拿掉 它可以解决gradient vanishing的问题 但它不会解决gradient explode的问题 比如你有些地方 仍然是会非常的崎岖的 你有些地方 它仍然是这个 变化非常 这个剧烈的 但是呢 不会有特别平坦的地方 因为如果你在做LSTM的时候 大部分的地方都变化很剧烈 所以呢 当你在做这个 当你在做这个LSTM的时候呢 你可以放心的把你的learning rate 设得小一点 它呢 要在learning rate特别小的情况下呢 进行训练 那为什么LSTM可以做到Pental gradient vanishing的问题呢 为什么它可以避免让gradient特别小呢 为什么它可以避免让gradient特别小呢 我听说有人在面试某家国际大厂的时候就被问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怎么答比较好呢 如果你答一些什么 哦 那个问题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把RNN换成LSTM 如果你的答案是 因为LSTM比较超 因为LSTM比较复杂 这个都知道太弱了 真正的理由就是 LSTM可以避免让gradient vanishing的问题 但是接下来家就会问说 为什么LSTM可以避免让gradient vanishing的问题呢 我来这边试着来回答看看 那这样子之后如果有人 你口试的时候再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你可以想想看你又没有办法回答 这个如果你想看RNN跟LSTM 他们在面对这个memory的时候 他们处理的operation 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你想想看在RNN里面 在每一个时间点 其实memory里面的资讯都会被死掉 在每一个时间点 都会被附带掉 都会被完全洗掉 但是在LSTM里面不一样 它是把原来memory里面的值 乘上一个值 再把input的值呢 加起来 放到sale里面去 所以它的memory和input是相加的 所以今天呢 它和RNN不同的地方是 如果今天你的wait可以影响到memory里面的值的话 一旦发生影响 这个影响会永远都存在 不像RNN在每一个时间点 值都会被format掉 所以 只要这个影响一被format掉 它就消失了 但是在LSTM里面 一旦能够对memory造成影响 那 那个影响会永远的留着 除非forgetgay被开 除非forgetgay被使用 除非forgetgay决定要把memory里面的值洗掉 不然一旦memory有改变的时候 每一次都只会有新的东西加进来 而不会把原来存在memory里面的值呢 洗掉 所以它不会呢 有gradientvanishing的问题 你可能会想说 可是现在有forgetgay forgetgay就是会把过去存在值洗掉 事实上在LSTM97年的时候就compose 那第一个 LSTM的第一个版本 其实就是为了解决gradientvanishing的问题 所以它是没有forgetgay的 forgetgay是后来才加上去的 那甚至呢 现在有一个传言是 你在训练LSTM的时候 你要给forgetgay特别大的byte 你要确保forgetgay在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开启的 只有少数的情况呢 它会被封灭掉 那那个 现在呢 有另外一个版本的 用gate操控memory的cell 叫做gatedrecurrent unit LSTM有三个gate 这个gate recurrent unit呢 它只有两个gate 所以gate recurrent unit 然后说写是gru 相较于LSTM呢 它的这个gate呢 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 所以呢 它需要的参数量呢 是比较少的 因为它需要的参数量呢 比较少 所以 因为它需要的参数量比较少 所以呢 它呢 在training的时候呢 是比较nobased的 所以 所以如果你今天 tretrecurrent LSTM的时候 你觉得overfitting的情况很严重 你可以试一下呢 用gru 那gru的精神就是 它怎么拿掉一个gate呢 我们今天就不讲gru的详细的原理 它的精神呢 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它会把input gate 跟forget gate呢 连动起来 它会把input gate呢 跟forget gate 连动起来 那 也就是说 当input gate 被打开的时候 forget gate呢 就会 自动的 关闭 把 当input gate 被打开的时候 forget gate呢 就会洗掉 就会format format要存在memory里面的值 当forget gate没有要format值的时候 input gate呢 就会被关起来 也就是说 你要把存在memory里面的值清掉 才可以把新的值呢 放进来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technic呢 是来handle gradient vanishing 这个问题 比如说 clockwise的RNN 或者是这个structural contraint recurrent level SDRN等等 就把revern留在这边呢 给大家参考 最后呢 有一个蛮有趣的 这个 有一个蛮有趣的paper 是Hinton proposed的 这个方法是这样 他说 当 他用 他用 当他在 他用一般的RNN 不是用LSDN 他说 他一般的RNN 他用identity的matrix like initialized consition的 match the weight 然后在使用RNN 的acclimation function的时候 他可以得到很好的performance 那你可能说 我刚才不是说用RNNN 的performance 会比较差吧 如果你是一般的training的方法 你initualization的weight 是random的话呢 那 RNNN 跟 这个 这个sigmoid function 来比的话 sigmoid function performance 会比较好 但是 如果你今天用了 identity的matrix的话 如果你今天用了 identity的matrix initualization的话 这个时候用 还有u的performance 就会比较好 这件事情 真的是非常的 神奇 真的是非常神奇 当你用了这一招以后 用一般的RNN 不用LSDN 它performance 就可以了打原来的LSTN 那你就觉得说 嗯 LSTN弄得这么复杂 结果呢 都是白忙一场 这样子 这个是非常神奇的一篇文章 那其实RNN呢 有很多的application 在我们前面举的那个slotfitting的例子里面 我们是假设 input和output的element的数目是一样做的 也就是说 如果有几个word 我们就给每一个word 一个这个slot的label 但事实上 RN呢 它可以做到更复杂的事情 可以做到更复杂的事情 比如说 它可以 input是一个sequent output 只是一个vector 这个有什么应用呢 比如说你可以做 sentiment analysis Sentiment analysis现在有很多的application 比如来说 某家同时想要知道说 他们的产品在网路上的评价呢 是positive还是negative 他们可能呢 就会写一个爬虫 把跟他们网路评价有关 就把它跟他们产品有关系的那些 网路上的文章都爬下来 但是一偏偏看呢 真的太累了 所以你可以用一个这个 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 自动呢 认一个classify 去说 分类说哪些document 是正向 哪些document 是负向 对 或者是在电影版上呢 sentiment analysis 做的事情 就是给machine看很多文章 然后machine要自动知道说 哪些文章呢 是正雷 哪些文章呢 是负雷 怎么让machine做到这件事情呢 你就是认一个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这个input呢 是一个character sequence 这个input呢 是一个character sequence 然后呢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呢 把这个character sequence呢 读过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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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在最后一个时间点呢 把heathen layer拿出来 可能再通过几个 把heathen layer拿出来 可能再通过几个transform 然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最后的sentiment analysis的prediction 比如说input这个document 它是超好雷 好雷 普雷 负雷 还是超负雷 它是一个分类的问题 但是input是一个sequent 所以你需要用rnn呢 来处理这个input 或者是我们实验室做过 用rnn呢 来做t-turn intraction 所谓t-turn intraction的意思是说 给machine看一篇文章 然后我们去呢 要predict说这篇文章里面 有哪些的关键词汇 然后跟我们在final project里面的第三个task 做的其实是非常类似的事情 好 那如果你今天能够收集到一堆training data 你能够收集到一堆document 然后这些document 我们都有label说哪些词汇是对它对应的keyword的话 那你就可以直接t-turn一个rnn 这个rnn呢 把document呢 当作input 把document的word sequence当作input 然后呢 通过embedding layer 然后呢 用rnn呢 把这个document呢 读过一次 这个document呢 读过一次 然后呢 把出现在最后一个 把这个 把这个出现在最后一个时间点的这个output呢 拿过来做attention 我们发现说我们没有讲过attention 是什么 没有关系这个地方了 你就听听就好 用attention以后呢 你可以把这样的information抽出来 再丢到final network里面去得到最后的output 那它也可以是多对多的 比如说当你的input和output都是sequence 但是output的sequence 比input sequence短的时候 rnn呢 可以处理这个问题 什么样的任务 是input sequence长 output sequence短呢 比如说语音辨识就是这样一个任务 在语音辨识这个任务里面 input呢是一串acoustic feature sequence 语音是一段声音讯号嘛 所以你要做语音辨识的时候 你就说一句话 这句话是一段声音讯号 那我们一般处理声音讯号的方式 就是在声音讯号里面 每隔一小段时间 就把它用一个vector来表示 那个一小段时间呢 那个一小段时间通常很短 比如说0.01秒之类的 那它的output呢 它的output是character的sequence 好 那如果你是用原来的rnn 用我们在做slot feeding那个rnn 你把这一串input丢进去 它充其量呢 只能够做到说 告诉你每一个vector 它对应到哪一个character 假设说中文的云辨识的话 那你的output的target 你的rnn的output的target 理论上就是这个世界上 所有可能的中文的词汇 而所有可能的中文的character 那这个可能有 常用的可能就有八千个 可能对你的rnn的output 这个class的数目呢 会有八千 虽然很大 但这个是有办法做的 但是你从其来只能做到说 每一个vector属于一个character 每一个vector属于一个character 但是 input的这个每一个vector 对应到时间是很短的 通常才0.01秒 所以通常是好多个vector 才对应到同个character 所以你的变色结果就变成 好好好棒棒棒棒棒棒 这样 人家说 这不是云变色结果啊 怎么办 你可以有一招叫做trimming trimming就是 把重复的东西拿掉 就变成好棒 但这样会有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他就没有办法变成好棒棒 这样子 不知道的人说一下 好棒跟好棒棒 就正好是相反 这样子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都不知道 比如我女朋友工作的地方 就是 有一次他们的老板说 我们来编个我们公司的口号嘛 然后就找一个台大人来变 台大人其实对宗师心怀怨恨 所以在口号里面就叫好棒棒 就某某公司好棒棒 然后主板都觉得很棒 这样子 都不知道说这个是负面的意思 所以 不把好棒跟好棒棒分开来 是不行的 所以需要把好棒跟好棒棒分开来 怎么办 我们要用一招叫做CTC 要用一招叫CTC 这招也是那种说穿了不值钱的方法 但这招很神妙 他说我们在output的时候 我们不要不只是output所有中文的character 我们还说 output的符号 叫做怒 叫做没有任何东西 所以今天如果我input一串 acoustic feature sequence 它的output是好 怒怒棒 怒怒怒怒怒 然后 我就把怒的部分拿掉 它就变成好棒 如果我们输入另外一个sequence 它的output是好怒怒棒怒怒怒 它的output呢 就是好棒棒 这样子 所以就可以解决叠字的问题了 那在训练的network的时候 训练的时候怎么做呢 CTC怎么做训练呢 这个也是可以的 CTC在做训练 在做training的时候啊 你手上的training data 就会告诉你说 这一串acoustic feature 对应到这一串character sequence 这个sequence 对应到这个sequence 但它不会告诉你说 好是对应 第几个frame 到第几个frame 棒是对应 第几个frame 对应到第几个frame 那怎么办呢 穷举所有可能的alignment 简单来说就是 我们不知道 好对应到哪几个frame 不知道棒对应到好几个frame 我们就假设 所有的状况都是可能的 可能第一个是好 后面接落 棒后面再接三分落 可能好后面接两个落 棒后面接两个落 可能好后面接三个落 棒后面接一个落 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 就假设全部都是对的 在training的时候 全部都当作是正确的 一起去training 可能会想说 穷举所有的可能 那可能性感觉太多了 这个有巧妙的演算法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我们今天呢 就不细讲这个部分 那以下呢 是在文献上 cdc得到的一个结果 这个是英文的 在做英文辨识的时候呢 你的rn的output的target 就是target 就是英文的字母 加上空白 空白就 你也不需要 你也不需要给你的rn 识点啊什么之类的 它就直接output字母 然后如果到那个字 和字之间boundary 它自动呢 就会有空白群个 以下是一个例子 第一个frame 就output h 第二个frame 就output no 第三个frame就output no 第四个frame就output i 第五个frame就output s 然后接下来呢 output这个 底线这个代表空白 output空白 然后一串 然后f 诺诺ri 诺d 诺诺 诺 一片s 底线的 那如果你看到output 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最后你把nord的部分拿掉 这句话 辨识的结果 就是hisframe 你不需要告诉马逊说 his 是一个词汇 frame 是一个词汇 machine透过training data 它自己 会学到这件事情 那传说呢 Google现在的语音辨识系统 已经全面换成 这个CTC 来做语音辨识 如果你用CTC 来做语音辨识的话 就算是有某一个词汇 比如说英文的人名地名 没有出 从来在training data里面没有出现过 可是从来没有不知道这个词汇 它其实也有机会把它正确的辨识出来 另外一个神奇的rn的应用呢 叫做sequence to sequence learning 在sequence to sequence learning里面 rn的input和output 都是sequence 但是这样的sequence的长度呢 是不一样 刚才在讲CTC的时候 input比较长 output比较短 在这边 我们要考一个case是 不确定input和output 谁比较长 谁比较短 我们现在呢 来做machine translation 比如说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machine translation input 英文的word sequence 要把它翻成中文的character sequence 好 那 我们并不知道说 英文跟中文呢 谁比较长 谁比较短 我们并不知道谁比较长 谁比较短 都有可能是output比较长 也有可能是output比较短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假如input的是machine learning 我们就把machine learning 用rnn呢 读过去 用rnn读过去 然后呢 在最后的 然后呢 把machine learning呢 用rnn读过去 然后在最后一个时间 在最后一个时间点呢 这个memory里面呢 就存了所有input的整个sequence的information 然后接下来呢 你就让machine to一个character 比如说就他可惜 他第一个错的character呢 就是g 你把machine learning 让machine读过一遍 然后再让他outputcharacter 他可能就会outputg 然后接下来呢 再叫他output下一个character 你把之前output出来的character呢 当做input 再把memory里面存的词读进来 他就会outputg 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 这个g呢 要怎么接到这里 这个地方呢 有很多枝枝结结的技巧 如果这个太多了 这个以后呢 我们再讲 这个以后或许下学期 在mlts再讲 这个其实有很多枝枝结结的地方 还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变形 ok 好 那他在下一个时间点 气以后呢 他就output学 然后学呢 后面就output洗 然后他就会一直output下去 这样子 那洗后面接灌 灌后面接信 永远呢 都不停止啊 这样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master 想说 这有这个work吗 你更不知道什么时候 该停止 这样子 那怎么办呢 这就让我想到这个推文接龙 这样 我不知道大家不知道 推文接龙是什么 也不知道 讲一下 这个从商品百合上抄下来的啊 比如说推文接龙是推文中的一种趣味的玩法 他推起有点类似但又有所不同 是在推文中接去商品龙的句子 推出连续的意思这样 他就是起源里不可靠 也就是说有一个人推草里头 下一个人就是推人 然后人后面再推正 一直推推推推推推 他只推好几个月 他都不会停下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他不会停下来 那你要怎么让他停下来呢 你要怎么让他停下来呢 你要有一个人冒险去推一个段 他就会停下来了 这样 对 其实也不会停下来 对 对 你要推一个段他就会停下来 所以今天让我们训座的事情也是一样 要如何阻止他不断地继续产生智慧呢 你要多加一个simple叫做断 这样 所以我们训序现在不只是outputs all 可能的character 他还有一个可能的output 叫做断 所以如果今天期后面呢 他的output是断的话 就停下来 那你可能觉得说 这个东西train得起来吗 嗯train得起来 生气的就是 这一招是有用 他也有被用在语音辨识上 你就直接input acoustic feature sequence 直接就output character sequence 只是这个方法还没有DTC强 可是这个方法还不是state of the art的结果 但让人真的surprise的地方就是 这么做 痴情得通 然后他的结果是没有烂掉的 在翻译上呢 倒是据说用这个方法 已经可以达到state of the art的结果了 那最近呢 这个是 应该是Google Brand 在12月初的时候发的配合 所以是几周前放在archive上面的配合 他们做了一件事情 我相信这件事情 很多人都想到 只是没人去做了 他的想法是这样 Seq-to-Seq-Learning 我们原来是input 假设做翻译的话 也就是input某种语言的文字 然后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的文字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 直接input某种语言的声音讯号 up出另外一种语言的文字呢 我们完全不做语音辨识 你就直接 比如说你要把中文翻成 要把英文翻成中文 你就收集一大堆英文的句子 和它对应的中文翻译 你完全不要做语音辨识 直接把英文的声音讯号 丢到这个model里面去 看它能不能够up出正确的中文 结果这一招 竟然是 看起来是行得通的 看起来是行得通的 我相信很多人想过 这边 大家觉得做不成 所以没有去试 这一招看起来是行得通的 可以直接input一串 法文的声音讯号 然后model 就得到辨识的结果 model就得到辨识的结果 这件事情是还蛮surprise的 如果这个东西能够成功的话 它可以带给我们的好处是 如果你今天在collect 这个translation的training 如果我们在collect translation的training data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 假设你今天要把某种方言 比如说台语 转成英文 但是台语的语音辨识系统 其实比较不好做的 因为台语你可能根本就没有 它可能没有一个standard的文字的系统 所以你要找人来label台语的文字 可能也有点麻烦 如果这样子的技术是可以成功的话 未来你在训练台语转英文的语音辨识系统的时候 你只需要收集台语的声音讯号 跟它的英文的翻译就可以了 你就不需要台语的语音辨识的结果 你就不需要知道台语的文字 你也可以做这种翻译 那另外 那现在呢 还可以用sequence to sequence的技术 甚至可以做到beyond sequence 比如说这个技术呢 也被用在syntactic的parsing tree里面 用在产生syntactic的parsing tree上面 这个syntactic的parsing tree啊 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让marchin开一个句子 然后他要得到这个句子的文法的结构 然后他要得到这个句子的文法的结构 然后他要得到一个树状的结构 然后他要得到一个树状的结构 但现在有了sequence 有sequence 任联的技术以后 你只要把这个树杠谱 描述成一个sequence 比如说树杠谱描述成一个sequence 当然可以描述成一个sequence 看这个是root的地方是s 所以这是s的左括号 这是s的右括号 下面有bbc bbc bbc np bbc np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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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觉得说这样真的劝得起来吗? 嗯,可以劝得起来,这很surprise,非常surprise。 当然你可能会想说,如果我们训今天它找出来的这个output的sequence, 如果它不合文靶结构呢,如果它记得加左括号,去忘了加右括号呢? 那问题,但是神奇的地方就是LSDM它有记忆力,所以它不会忘记加上右括号。 好,那我们之前呢,讲过WordVector。 那我们说,如果我们要把一个dact文表示成一个vector的话,往往会用back of word这样的方法。 但当我们用back of word这样的方法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忽略掉这个word order的information。 举例来说,有一个word sequence是white blood cell destroying an infection 另外word sequence is an infection destroying white blood cell 这样句话的意思完全是相反的,但是如果你用back of word来描述它的话, 它们的back of word完全是一样的,它们里面有一模一样的六个词汇, 但是因为这个词汇的order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们的意思一个变成是positive, 另外一个变成是negative,它的意思是很不一样的。 那我们可以用sequence to sequence open code的这种做法, 来在有考虑sequence的word sequence的order的情况下,是把一个document变成一个vector。 怎么做呢?怎么做呢? 我们就input一个word sequence, Mary was hungry, didn't find any word. 然后通过一个recurrent neural network,把它变成一个imbedded vector。 然后再把这个imbedded vector当作这个decoder的输入, 然后让这个decoder呢,长回一个一模一样的句子。 如果今天呢,recurrent neural network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话, 那encoding的这个vector,就代表了这个input sequence里面重要的information。 所以这个decoder呢,才能够根据这个encoder的vector,把这个讯号呢, 这个decode回来。 你趁这个sequence to sequence of autoencoder的时候, 也是不需要label data的,你只需要收集到大量的文章, 我们只需要收集到大量的文章,然后直接趁下去就好。 那这个sequence to sequence of autoencoder呢,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呢,叫做skip soul。 当你用skip soul的时候,如果是用sequence to sequence of autoencoder, input跟output都是同个句子。 如果你用skip soul的话,你output的target呢, 会是下一个句子。 如果你用sequence to sequence of autoencoder, 从来你得到的coder呢, 比较容易表达文法的意思。 如果你要得到语意的意思的话, 用skip soul呢,可能会得到比较好的结果。 这个结构呢,甚至可以是hierarchy的。 你可以每一个句子都先得到一个vector, man was hungry的那个vector, she didn't find any food的那个vector。 我再把这些vector呢,用这些vector呢,加起来, 然后变成一个整个document high level的vector, 再用这个整个document high level的vector, 去产生一串sentence的vector, 再根据每一个sentence的vector, 再去解回这个word sequence。 所以这是一个四层的lstm, 你从word变成sentence的sequence, 再变成document level的东西, 再解回sentence的sequence, 再解回word的sequence。 这个东西呢,也是可以train的。 那刚才的东西呢,也可以被用在语文上。 sequence to sequence的autoencoder, 所有被用在文字上,可以用在语音上。 如果在语音上的话,它可以做到的事情呢, 就是它可以把一段的odeal的segment, 把它变成一个fix length的vector。 比如说,它可以把dog变成, 比如说这边有一对声音讯套, 它们长长短短的都不一样, 那你把它们变成vector的话, 可能dog跟dog的vector比较接近。 可能never和ever的vector是比较接近。 那这个呢,我称之为audio的watervector。 就像一般的watervector, 它是把word变成一个vector, 原始把一段声音讯号变成一个vector。 那这个东西呢,你可以把它用在, 有什么用呢? 有什么用呢? 一开始在想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就没有什么用。 但是它其实可以拿来做很多事, 比如说,我们可以拿来做语音的搜寻。 什么是语音的搜寻呢? 可能你有一个声音的data base, 比如说上课的录音, 比如说你今天要找跟美国白宫有关的东西。 你就用说的说美国白宫。 然后不需要做语音辨识, 直接比对声音讯号的相似度。 那么讯就可以从data base里面, 把有提到美国白宫的部分找出来。 那这个怎么做呢? 你就先把你有一个audio的data base, 来把这个data base做segmentation, 切成一段一段。 然后每一段呢, 用刚才讲的audio segment to vector的这个技术, 把它们通通变成vector。 然后现在使用者输入一个query, 这个query也是语音的。 透过audio segment to vector的技术, 可以把这一段声音讯号也变成vector。 然后接下来计算它们的相似程度。 然后就得到搜寻的结果。 好,然后就得到搜寻的结果。 然后呢, 那这件事情怎么做呢? 怎么把一个audio segment变成一个vector呢? 那做法是这样。 先把audio segment呢, 抽成acoustic feature sequence, 然后呢, 把它丢到recurrent neural network里面去。 那这个recurrent neural network呢, 它的角色就是一个encoder。 而这个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它读过这个acoustic feature sequence以后, 它存在memory里面的值, 就代表了, 它在最后一个时间点, 存在这个memory里面的值, 就代表了整个input的声音讯号, 它的这个information。 那这个, 它存在memory里面的值是一个vector。 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我们要拿来表示一整段声音讯号的vector。 但是只有这个rn的encoder, 我们没有办法train, 那你要同时呢, 还要train一个rn的decoder。 rn的decoder它的作用呢, 就是它把encoder存在memory里面的值呢, 拿进来当作input, 然后产生一个acoustic feature sequence。 那你会希望说这个y1跟x1呢, 越接近越好。 然后根据y1再产生y2, 再产生y3, 再产生y4。 而今天训练的target, 就是希望y1到y4, 跟xy到x4, 它们呢, 是越接近了, 越好的。 那在训练的时候, 这个rn的encoder, 和rn的decoder, 它们是join的理论。 这个rn的encoder, 跟rn的decoder呢, 它们是一起train的。 它们是一起train的。 如果只有rn的encoder, 跟rn的decoder, 它们只有一个人, 是没有办法train的。 但是把它们两个接起来, 你就有一个target, 可以一路从这边的backup给回来, 你就可以同时trainrn的encoder, 跟decoder。 那这边呢, 是我们在实验上得到的一些有趣的结果, 在这个图上每一个点呢, 其实都是一段生意圈。 你把生意圈, 用刚才讲的, 这个sequence to sequence encoder的技术, 把它变成平面上的一个backup。 你会发现说, 比如说fear的位置在左上角, near的位置在右下角, 它们中间是这样的关系。 fan的位置在左上角, man的位置在右下角, 它们中间有一个这样的关系。 那你会发现说, 把fear的开头的f换成n, 跟fan开头f换成n, 它们的这个wall vector的变化呢, 方向是一样。 就好像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vector一样。 跟我好像之前我们看到的文字的wall vector一样。 我这边的这个vector还没有办法考虑, 考虑semantic语义的information。 那我们下一包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语义加进去。 但这个部分呢, 现在还没有完成。 那接下来我有一个demo。 这个demo呢, 是用sequence to sequence, autoencoder呢, 来训练一个chapbar。 所谓chapbar就是聊天机器人。 现在很流行的做聊天机器人。 那怎么用这种sequence to sequence呢? 这不是sequence, 是用autoencoder。 这个sequence to sequence learning, 怎么这个sequence to sequence learning, 来train thechapbar呢? 你就收集很多的对话。 比如说电影的台词。 那假设电影的台词里面, 有某一个人说how are you?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接I'm fine。 那就告诉我们, 就是说这个sequence to sequence learning, 它的input, 当它input是how are you的时候, 这一个model的output呢, 就要是I'm fine。 那你可以收集到这种data, 然后呢, 就让我们训练。 那我们就收集了四万句的电视的影集, 和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的句子, 然后让我们去呢, 去学这个sequence to sequence的这个model。 这个呢, 是跟这个中央大学蔡宗汉老师的团队一起开发的。 然后做同学呢, 台大这边是有李志伟和卢伯鲁。 我们来。 好, 那, 其实现在除了RNN以外呢, 还有另外一种有用到memory的network, 叫做tension based model, 它可以想成是RNN的一个进阶的版本。 那我们知道说呢, 人的大脑有非常强的记忆力。 人的大脑呢, 有非常强的记忆力。 所以你可以记得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比如说你现在可能同时记得早餐吃了什么, 可能同时记得十年前中二的夏天发生什么事, 可能同时记得在这几本课里面学到的东西。 那当然有人问你说什么是deep learning的时候, 那你的脑中呢, 会去提取重要的information, 然后再把这些information组织起来, 产生答案。 那但是呢, 你的脑会自动忽悦掉那些无关的事情, 比如说十年前中二的夏天呢, 发生的事情等等。 那其实呢, machine也可以做到类似的事情。 machine也可以有很大的记忆的容量, 它也可以有一个很大的database, 在这个database里面呢, 每一个backer就代表了某种information, 被存在machine的记忆里面。 当你输入一个input的时候, 这个input会被丢进一个中央处理器, 这个中央处理器可能是一个DNN, 或者是一个RNN。 那这个中央处理器呢, 会操控一个读写头, 会操控一个reading headcontroller, 这个reading headcontroller呢, 会去决定呢, 这个reading head放的位置。 然后machine再从这个reading head放的位置里面, 去读取information出来。 然后呢, 产生最后的output。 那我们就不打算细讲这样的model,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我之前上课的录音。 那这个model呢, 还有一个2.0的版本。 这个2.0的版本呢, 它呢, 会去操控一个writing headcontroller, 这个writing headcontroller呢, 会去决定呢, writing head放的位置。 然后呢, machine会去把它的information, 透过这个writing head呢, 写进它的database里面。 写进它的database里面。 所以它不只是有读的功能, 还可以把资讯呢, 它discover出来的东西, 写到它的memory里面去。 这个东西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neuralturing machine。 这些其实都是很新的东西, 有些neuralturing machine, 应该是在, 我想想看, 14年的年底的时候, 提出来的。 所以, 是吗? 我想想看, 我也忘了, 好像是15, 不知道是15年还是, 不知道是15年初, 还是14年年底的时候提出来的。 所以,都是很新的东西。 现在这样的tension-based model, 常常被用在reading comprehension里面。 所谓的reading comprehension呢, 就是让machine去读一堆document, 然后这些document里面的内容呢, 每一句话呢, 变成一个vector, 是不是? 这句话里面, 这个每一个vector呢, 代表了某一句话的语义, 代表某一句话的semantics。 那接下来呢, 你问machine的问题, 比如说预算有多高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这个问题被丢进一个中央处理器里面, 那这个中央处理器呢, 去控制了一个reading head的controller, 去决定说, 现在在这个data base里面, 哪些句子是跟中央处理器呢, 有关的。 所以假设呢, machine发现说, 这个句子是跟现在的问题呢, 是有关的, 他就把reading head放在这个地方, 把information读到中央处理器里面。 这个读取information的过程, 它可以是iterated, 它可以是重复数字, 也就是说, machine并不会只从一个地方读取information, 他先从这里读取information以后, 他还可以换一个位置, 从另外一个地方, 再去读取information。 那他把所有的, 他读到以后, 没可以 collect 起来, 他可以给你一个最终的答案。 以下呢, 是Facebook AI Research在一个, 在这个baby这个Corpus上面的一个实验结果。 这是一个实验结果。 那baby那个Corpus呢, 是一个QA Question Engine的test。 它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一个test。 那有很多用template产生的document和一些简单的问题, 那我们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读过这五个句子, 你来问他, what color is great? 那他要得到正确的答案yes。 那你可以从machine attention的位置, 也就是reading head的位置, 看出machine的思路。 这边的蓝色, 代表了machine的reading head的位置。 那这个hub1,hub2,hub2,hub2代表的是时间。 也就是说, 在第一个时间点, machine呢, 先把他的reading head 叫做break is a fraud。 所以, 他把这个information提取出来, 他提取break is a fraud的information。 而接下来呢, 他再提取break is a fraud的information。 而接下来, 他再提取break is a fraud的information。 最后呢, 他就得到结论说, 答案的break的颜色是 yellow。 那这些事情呢, 是machine自动认出来的。 因为machine要attent在哪一个位置, 这些是透过neural network, 自己去学到知道怎么做的。 也就是说, 并不是去写程式, 告诉machine说, 你要先看这个句子, 再看这个句子, 再看这个句子。 不是,是machine自动去决定他要看哪一个句子。 那也可以做visual question answering。 visual question answering就是, 让machine看一张图, 然后问他一个问题。 就问他这是什么。 如果他可以证券回答是香蕉的话呢, 他就超越部分的人类了。 那这个visual question answering怎么做呢? 这个visual question answering就是, 让machine呢, 看一张图, 然后呢, 透过CNN呢, 你可以把这个图的每一小块region, 用一个vector呢, 来表示。 那接下来呢, 输入一个query, 然后, 这个query呢, 被丢到中央处理器里面。 那这个中央处理器呢, 去操控了reading head的controller。 那这个reading head的controller呢, 决定了, 他要读取资讯的位置。 看看这个图片的什么位置呢, 是跟现在输入的问题呢, 是有关的。 那把information读到中央处理器里面。 那这个读取process呢, 可能有好几个步骤。 我们讯会分好几次呢, 把information读到中央处理器里面, 最后得到答案。 那也可以做语音的这个question answer, 比如说, 在语音处理实验室, 我们让machine做托服的听力测验。 所以托服听力测验就是, 那machine听一段声音, 然后呢, 问他问题。 然后, 从四个正确的选项里面呢, 那machine要选出正确的选项。 那machine做的事情, 跟人类考生做的事情, 是一模一样。 我们用来训练和测试machine的资料, 就是托服听力测验的资料。 那用的model architecture呢, 跟我们刚才看到的呢, 其实就是大同小异。 你让我们去呢, 先读一下question, 让我们先读一下question, 然后把这个question呢, 做语音的分析, 得到这个question的语意。 那声音的部分呢, 先有语音辨识把它转成文字, 那再把这些文字呢, 做语音的分析, 得到这段文字的语意。 那么去了解了question的问题的语意, 他这个audio story的语意以后, 他就可以做attention, 决定在这个audio story里面, 哪些部分是和回答问题有关的。 那这个就好像是画重点一样, 那我们去根据他画的重点呢, 产生答案。 那他甚至也可以回头过去修正, 他产生出来的答案。 那经过几个process以后呢, 最后我们去得到他的答案, 他把他的答案跟其他选项呢, 计算相似度。 然后看哪一个选项的相似度最高, 他就得到, 他就选哪一个选项。 那这整个task其实就是一个大的neural network, 除了语音辨识以外, 这个question semantic的部分啊, 还有这个audio story semantic的部分啊, 都是neural network, 所以他们就是joint retread, 你就只要给machine呢, 托福听音线的考古题, 然后machine呢, 就自己会去学了。 那这个底下呢, 是一些实验结果啊, 底下是一些实验结果。 这个实验结果是这样的, The random 猜啊, 正确率是25%。 那你会发现说, 有两个方法是远比25%强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information。 这边这五个方法呢, 都是naive 的方法, 也就是完全不管文章的内容, 就直接看问题跟选项, 就猜答案。 然后我们发现说, 如果你选最短的那个选项, 你就可以得到35%的正确率了。 所以这个是计中计啊, 你可能会觉得你该选最长, 但其实是要选最短。 另外一个是这样子, 如果你分析四个选项的semantic, 你做那个sequence to sequence 去把每一个选项的semantic找出来。 然后你再去看说, 某一个选项跟另外三个选项 以上的相似度。 你会发现说, 如果某个选项, 看另外三个选项的 与异相似度比较高的话, 那time, 然后你就把它选出来, 那你有35%的正确率啊。 这跟你的直觉是相反的。 我们直觉通常会觉得说, 我们应该选一个选项, 它的语意和另外三个选项是不像的。 但是人家早就计算到你会这么做了, 所以这是个计中计。 如果你要选某一个选项的语意和另外三个选项最像的话, 你反而可以得到超过random的答案。 如果你今天是选最不像的, 语意最不像的那个选项, 你得到的答案就会接近random, 它都是设计好的。 这个都是一些trivial的方法。 你可以用一些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 比如说用memory network, 可以得到39%的正确率, 所以随机弄一下的还要好一些。 如果用我们刚才讲的model的话, 我们现在在由语音辨识错的情况下, 最好可以做到将近50%的正确率。 其实50%的正确率是没有很高, 我觉得这样应该是去不了什么美国学校的。 但是就是两题可以答对一题, 所以如果你没办法两题答对一题的话, 你其实就没有能选墙。 以下是一些reference给大家参考。 最后,我这边其实有一个问题。 我们讲了deep learning, 也讲了structure learning, 它们中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你想想看, 另外,我们上周, 讲了han,讲了crf, 讲了structure perceptual, 和structure sdn, 它们可以做的事情, 是比如说做pos tagging, 一触一个secret, 奥布另外一个secret, 而lstn, 也可以做到一样的事情。 当我们使用deep learning的技术, 跟使用structure learning的技术, 有什么不同呢?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不同? 首先, 假如我们现在用的是unidirectional的rn, 或lstn, 当你在make decision的时候, 你只看了sentence的一半。 而,如果你是用structure learning的话, 透过viterbi的algorithm, 你考虑的是整个句子。 如果你是用viterbi的algorithm的话, 可训会读过整个句子以后, 采下去。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看, 也许, hns,crf,structure,svn等等, 还是有占到一些优势。 但是这个优势并没有很明显, 因为rn,lstn等等, 它们可以做bidirectional, 所以, 它们也有办法考虑一整个句子的information。 那在这个hnscrf里面, 你可以很expressive的去考虑你的label和label之间的关系。 什么意思呢? 举例来说, 你今天在做inference的时候, 你在用viterbi algorithm的求解的时候, 假设你可以直接把你要的concred, 就下到viterbi的algorithm里面去。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可以直接说, 我希望每一个label出现的时候, 都要联系出现五次。 这件事情, 你可以轻易地用viterbi algorithm做到, 因为你可以修改viterbi algorithm, 让machine在选择分数最高的句子的时候, 排行调不符合你要的concred的那些结果。 但是, 如果是rnn或lstn的话, 你要直接下一个concred进去, 是比较难的。 你没有办法要求rn说, 你一定要连续突出某一个label五次才是正确的。 你很难让rnn, 你可以在training data里面给它看这种training data, 但是, 你叫它去学, 但这样是比较麻烦的。 viterbi可以直接告诉你的machine, 要它做什么事。 所以在这点上, 似乎是有一些structure learning, 似乎是有一些优势。 如果是rnn和lstn, 你的cost function, 跟你实际上最后要考虑的error, 往往是没有关系的。 你想想看, 当你在做rnn和lstn的时候, 你在考虑的cost是, 比如说, 每一个时间点的cross entropy, 每一个时间点, 你的rnn的output, 跟reference的cross entropy, 它跟你的error, 往往不见得是直接相关的。 因为你的error可能是, 比如说, 两个sequence之间的every distance。 但是如果你是用structure learning的话, structure learning的cost, 会是你的error的一个upper bar。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看, structure learning, 也是有一些优势的。 但是最后最困难, 但是最后最重要的, rnn和lstn, 可以是定论。 而, HALCRF structural syndrome, 它们其实也可以是定论, 但是它们拿来做定论的learning, 其实是比较困难。 在我们上一堂课讲的内容里面, 它们都是linear。 它们都是linear。 为什么它们是linear? 因为我们定的那个evaluation的function, 是linear。 如果它不是linear的话, 你会很麻烦。 你在training的时候会有很多麻烦。 所以它要是linear的, 我们才能够套用我们在上一堂课教的那些方法, 来做influence 跟training。 在这个比较上, deep learning 会占到很大的优势。 最后整体说起来, 其实如果你要得到一些state of the art的结果, 那种secret learning 的test上得到state of the art的结果, rnlstn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总体说,整体说来, rnlstn在这种secret learning 的test上的表现, 其实会是比较好。 deep这件事情是比较强的, 它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今天用的只是linear的model, 如果你的model是linear, 你的function space就这么大, 就算你可以直接minimize一个arrow的upper bar, 那要怎样? 因为你所有的function都是坏的, 所以相比之下, deep learning 可以占到很大的优势。 但是其实deep learning 跟structured learning, 它们是可以被结合起来, 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先例, 有很多成功的结合的先例。 你可以说,我底部呢, 就是我input的feature, 先通过rnlstn, 然后先通过rnlstn, rnlstn的output, 再作为hnscrfstststn等等的input, 你用rnlstn的output, 来定义hnscrf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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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的evaluation的function。 如此呢, 你就可以同时又享有deep的好处, 同时又享有structured learning的好处。 那这个呢, 在过去已经有很多先例, 比如说呢, 最后你现在这边有deep的嘛, 这边有structure, 这两个是可以joint的一起论的, 你可以想想看, 这个scrf可以用gradient descent trainer, 那其实structure sdn, 我们好像没有讲, 但是它也可以用gradient descent trainer, 所以你可以把deep learning的部分和structure learning 和joined合起来, 一起用gradient descent的来做成例。 那在语音上呢, 我们常常会把deep learning和structure learning 合起来, 你可以常常见到的组合是deep learning的models, cnl,cn,dn, 加上hns的组合。 所以做语音的常常说, 我们把过去我们所做的东西通通丢掉, 其实不是hns呢, 往往都还在, 往往都还在。 如果你要得到最state of the art的结果, 现在还是用这样的hybrid system, 得到的结果, 往往是最好的。 那这种hybrid system怎么过可能呢? 我们说在hns里面, 我们必须要去计算x跟y的joined跑根, 或是在structure learning里面, 我们要计算x跟y的evaluation跑根。 在语音辨识里面, x是声音讯号, y是语音辨识的结果。 在hns里面, 我们有transition的部分, 我们有emission的部分。 DNN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去取代了emission的部分。 原来在hns里面, 这个emission就是简单的统计, 就是统计一个gaussian mixture model, 但是把它换成DNN以后, 你会得到很好的performance。 怎么换呢? 怎么换呢? 一般RNN, 它可以给我们的offer是, in real inclusive feature, 它告诉你说, 这个clusive feature, 属于每一个state的几率。 你可能想, 这跟我们要的东西不一样啊, 我们要的是p of x given y, 这边给我们的是p of y given x。 怎么办呢? 做一下转换。 RNN可以给我们p of x given y, 然后你可以把它分解成p of xy, 除以p of y, 再把它分解成p of y given x, 乘以p of x, 除以p of y。 那前面这个p of y given x, 它可以从RNN来, 那p of y呢, 可以从, 你就直接看了, 你就可以直接从你的corpus里面, 统计p of y的出现的几率。 这个p of x呢, 你可以直接无视它。 为什么p of x可以直接无视它呢? 你想想看, 最后你得到这个几率的时候, 在inference的时候, x是input, 是生意讯号, 是移植的。 你是穷举所有的y, 看哪一个y可以让p of xy最大。 所以跟x有关的像, 最后不会影响第二个inference的结果。 所以我们不需要把x考虑进来。 那其实加上HNN, 在语音辨识里面是蛮有帮助。 就算是你用RNN, 你在做辨识的时候, 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 假设我们是一个frame, 每一个frame丢到RN, 然后问他说这个frame, 这个frame, 处于哪一个frame。 它往往会产生一些怪怪的结果。 比如说, 因为一个frame往往是蔓延同一个frame。 所以本来理论上, 你们刚才会看到说, 比如说, 第一个frame是A, 第二个frame是A, 第三个frame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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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你用RNN在做的时候, RNN它每一个产生的这个label, 它都是dependent。 所以它可能会突然发狂, 在这个地方就突然若无其事地改成B, 然后又改回来。 你会发现它很容易出现这个现象。 然后, 如果今天这是一个比赛的话, 你就会有人发现说, 嗯, RNN有点弱, 它会发生这种现象。 如果手动, 只要, 比如说, 某一个output就前后不一样, 我就手动把它改掉这样。 然后就可以得到2%的进步, 就可以屌打其他的同学。 那如果你加上HNN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信息。 HNN会帮你把这种状况, 自动就把它修掉。 可以。 所以, 加上HNN, 其实是还蛮有帮助。 对RNN来说, 因为它在training的时候, 它是一个一个friend分开考虑的。 所以, 其实今天, 假如这个不同的错误, 对语音辨识结果的影响很大, 但是RNN不知道, 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B, 改成错在这个地方, 改成错在这个地方, 对最后语音辨识的错误的影响, 其实就很小。 但是HNN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 对他来说, 在这边翻一个错误, 和这边翻一个错误, 是一样。 但是HN认不出这件事情来。 你要让HNN可以认出这件事情来。 你需要加上一些structured learning的概念, 才能够做到。 那在做这个slug feeling的时候呢, 现在也很流行, 有bidirectional的LSTM, 再加上CRM, 或者是structured SVM, 也就是说, 先用bidirectional的LSTM 抽出feature, 再把这些feature, 再拿这些feature, 来定义CRF, 或者是structured SVM里面, 我们需要用到的feature。 那CRF跟structured SVM都是linear的model, 然后, 你要先从feature final xy, 然后认一个wait的wp。 那这个final xy的feature, 你不要直接从roll的feature来, 你直接从bidirectional的RN的output, 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结果。 好, 那有人会说, structured learning, 到底是否是practical? 我们知道structured learning, 也需要解三个问题。 那其中, inference 那个问题, 往往是很困难。 你想想看, inference 那个问题, 你要ARG, 你要重举所有的y, 看哪一个y, 可以让你的值最大。 你要解一个optimization problem。 那这个optimization problem, 并不是所有的状况都有好的解, 应该说大部分的状况, 都没有好的solution。 sequent learning, 是少数有好的solution的状况, 但其他状况, 都没有什么好的solution。 所以, 好像会让人觉得说, structured learning, 它的用途呢, 并没有那么广泛。 但实际上呢, 现在, 未来未必是这个样子。 事实上你想想看, 我们之前讲过的gain, 我认为呢, gain就是一种structured learning。 如果你把discriminator, 看作是evaluation function,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在structured learning里面, 你有一个power point, 你要找出一个evaluation function, 如果这个discriminator, 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evaluation function。 好,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problem1怎么做。 那最困难的problem2, 要解一个inference的问题, 我们要求取所有我们位置的东西, 看看谁可以让我们的evaluation function最大。 这一步往往很困难, 因为x的可能性太多了, 位置的东西的可能性太多了。 但事实上, 这个东西, 它可以就是generator。 我们可以讲成generator, 它不是就是给一个noise, 给一个从gaussian里面sample出来的noise, 它就output一个x吗? 它就output一个object出来吗? 它output的这个object, 不是就是可以让discriminator分辨不出来的那个object吗? 不是就可以, 如果discriminator就是evaluation function的话, 它output的那个object, 就是可以让evaluation function的值很大的那个object。 所以这个generator, 它其实就是在解这一个问题。 这个generator的output, 其实就是这个argmax的output。 你可以把generator, 当作是在解inference的这个问题。 那proverend dream, proverend dream你已经知道了, 我们怎么traingap, 就是proverend dream的solution。 事实上gap的training, 它的structure,svn, 那些方法的training, 你不觉得其实也是有一群同工之妙吗? 大家还记得structure sen是什么training? 在structure sen的training里面, 我们每次找出最competitive的那些example, 然后我们希望正确的example, 它的evaluation function的分数大过competitive的example, 然后update我们的model, 然后再重新选competitive的example, 然后再让正确大过competitive的example, 就这样iterative的去做, 你不觉得gap也是在做一样的事情吗? gap的training是, 我们有正确的example, 就是这边的example, 它应该要让evaluation function, 就是discriminator的值大, 然后我们每次用这个generator, generate出最competitive的nambias, 也就是可以让discriminator值最大的nambias, 然后再去train discriminator, discriminator要分辨正确的, real的跟generative, 也就是discriminator要给real的example比较大的值, 给那些most competitive的example比较少的值, 所以这个process, 就不断的iterative的进行下去, 你会update你的discriminator, 然后update你的generator, 然后再update你的discriminator, 其实这个跟structureSEN的training, 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那你可会想说在gain里面, 我们之前在讲structureSEN的时候, 都是有一个input, 有一个offer, 有一个x, 有一个y, 那我们之前讲的gain, 只有x, 听起来好像不太像, 那我们就另外讲一个像的给你听看看, 其实gain也可以是conditional的gain, 什么conditional的gain呢? 我今天的example, 都是xy的pair, 我要解的任务, 是gain, 少出最有可能的y, 比如说他可以, 你就想成是, 做语音辨识, x是sEN讯号, y是s出来的文字, 那如果是用conditional pair的概念, 怎么做呢? 你的generator input一个x, 他就会update一个y, discriminator呢, 他是去check一个xy的pair, 是不是对? 如果你给他一个真正的xy的pair, 他会给他比较高的分数, 你给他一个generator, output出来的y, 配上他的inputs, 所产生的一个假的xy的pair, 他会给他比较低的分数, 趁你的process, 就跟原来的gain是一样的, 这个东西已经被成功应用在用文字产生image的test上面, 再用文字产生image的这个test, 就是你用个根本去说一句话说, 有一只蓝色的鸟, 他就画一张蓝色的鸟, 那这个test呢, 你的input x就是一句话, output y就是一张image, 那generator做的事情就是给他一句话, 这边说, this flower has small brown violet metal with a purple center, 给他一句话, 然后呢, 他就产生一张image, 那discriminator做的事情就是, discriminator给他拍一张image, 拍一句话, 他判断说, 这个xy的pair, 这个image跟sentence的pair, 因为他们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 那如果你把discriminator换成就是evaluation function, 把generator换成就是减influence的那个话题, 其实conditional gain跟structured learning, 他们是可以类比的, 或者是你可以说, gain就是trend, structured learning的model的一种方法, 你可能觉得, 这听起来, 或许如果你没有听很懂, 其实就算了, 你可能觉得, 这可能是我随便讲讲的, 但是, 我就想说, 其他人也一定就想到了, 所以, 我就google了一下其他人的publication, 果然, 其实很多很多人都有类似的, 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想法, gain呢, 可以跟energy based model做connection, gain可以被视为trend energy based model的一种方法, 所谓的energy based model, 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 它就是structured learning的, 可以说是另外一种称呼, 是yamakun提出来, 这边有一系列的paper, 在讲这件事, 那你可能觉得说, 把generator是在做influence这件事情, 是在解ARGmax那个problem, 听起来感觉很荒谬, 其实也有人就是这么想, 也有人想说, 这边也列一些reference给大家参考, 也有人觉得说, 一个neural network, 它有可能就是在做-ARGmax这个problem, 所以也许, 所以也许, deep and structure, 就是未来一个研究的重点的方向, 这样子。 好, 那, 说到deep and structure, 其实我就想到我的另外一门课, 就是machine learning and having deep and structure, 这样子。 那因为有同学寄信问我一些问题, 有关下学期开课问题, 所以我或许, 可以在这边就有一次统一的回答。 首先呢, 下学期, ML跟, 这个machine learning and having deep and structure, 这题课的名字太长了, 所以我们就缩写成MLDS, 那ML跟MLDS下学期会同时存在。 那MLDS跟ML有什么不同呢? 过去的MLDS的一些内容, 已经被拿到ML里面教。 所以, 在这学期的ML中有提到的内容, 比如说DN或CNN, 在MLDS中呢, 就不再重复。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只做一些复习。 另外呢, 我们现在终于有教科书了。 这个Ian Goodfellow他写的一个教科书, 就叫做deep learning, 我们可以用deep learning这本书呢, 来当做教科书。 那神奇的就是, 这本教科书的编排, 它所讲的内容, 其实跟machine learning and having deep and structure, 是还蛮matched的。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我得还把这些字一块也剪掉好了。 啊, 哈哈哈哈哈哈、 что呢? 这个deep learning, 他们叫做ה松号, 他有发表的part C2, 讲linear algebra, 那我们就不管它了, part C2, 是这样deep learning, part C3, 它的Title叫做Deep Learning Research 那你会发现大部分的内容讲的其实就是Structure Learning Pathric讲Linear Factor Model Structure,Condirty Model,NCNC,Partition Function,Inference 这个其实都是Structure Learning的内容 所以有人可能觉得说 我们为什么把Deep和Structure凑在一起 这个把Deep和Structure凑在一起 其实就是未来的趋势 然后回答一些同学的问题 所有的作业我们从开学的时候就是二到四的一组 你可以组好队以后一起来修 NLDS的作业我发现有些人把过去开课的作业已经做完了 太厉害了 但是这个下学节课程的作业跟之前的作业是不一样的 我们就把之前的三个作业合成一个 像作业一这样 然后我们之后可以再加别的作业 详细的细节呢 我们以下学习公告的为准 那我的规划是可以加 Attention Based Model Attention Based Model 还可以出蛮多东西的 比如说 偷服的TB诊 可以算 有可能可以当作作业用 或者是 Video Question Answer Video Question Answer 都是可能的作业 Reinforcement Learning 也应该要出一个作业 Dive Generative Model也应该要出一个作业 Dive Generative Model可以做的东西太多了 比如可以做一个Chat Bar 或者做一个Video Caption Generation 等等 都是有可能的 然后另外就是说明一下 M2DS的初选就不开放价钱 然后就以组为单位价钱 然后会出一个作业领 那作业领就是很简单 就是做一个Fee Forward的Neural Network 然后你可以用现成的套件 比如说Keros 那我觉得对大家来说 应该就非常的简单吧 好